寒风里面的夜幕下 一场悲剧正悄然酝酿 可罗拉多周格雷式的停车场 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 仿佛是秘密为即将上演的戏剧 拉开了帷幕 希瑟琳霍德斯 这位年仅38岁的女子 刚刚解除了漫长的工作班次 与同事们有说有笑地向自己的车走去 她丝毫没有意识到 死神的阴影已经悄然逼近 突然 一个身着黑衣 戴着面具的身影 如鬼魅般从阴暗处窜出 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这个不速之刻强迫希瑟跪下 用低沉而充满怨恨的声音控诉道 你毁了我的人生 话音未落 两声枪响滑破夜空 彻底粉碎了这个平静的夜晚 也永远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让我们把时间回到1969年2月8日 希瑟琳霍德斯在特罗拉多就出生 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都在陆基山脉脚下的博尔德度过 有如一朵在山间绽放的野花 美丽而纯真 希瑟不仅外貌出众 更是以他慷慨善良的性格 和强烈的服务意识 引得了众人的喜爱 高中毕业后 希瑟如同一只展翅高飞的初音 飞向了北科罗拉多大学 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在大学期间 他不仅学习成绩斐然 还结识了许多好友 秘密的齿轮在此时悄然转动 在一次派对上 他邂逅了伊格纳西奥古斯 就为年轻人如同一道耀眼的阳光 用他的友善和魅力 照亮了希瑟的世界 两人一见钟情 伊格纳西奥当即邀请希瑟约会 仿佛童话故事中王子邀请公主共舞 1988年 希瑟兴奋地向室友分享了这个好消息 他的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与伊格纳西奥的约会宛如一场美梦 大学毕业后 就对恋人于1991年7月27日喜结联礼 希瑟骄傲地冠上了伊格纳西奥的姓氏 然而婚前 他就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剑 明确表示不容忍任何不忠行为 这个警告 日后将成为这段婚姻的一个重要专折点 新婚夫妇在格雷定局 伊格纳西奥成为科罗拉多州执法部门的警官 工作虽然辛苦危险 但他表现出色 如同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与此同时 希瑟在一家当地信用社担任主管 凭借出色的客户服务技能 赢得了同事和客户的赞赏 犹如一朵绽放的玫瑰 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五年后 他们迎来了独生女维多利亚的降生 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点缀了他们的生活 希瑟全身心地投入到母亲和妻子的角色中 伊格纳西奥也热爱着父亲这个新身份 然而这看似完美的生活 却在童年遭受了命运的无情打击 希瑟的父亲心脏病突发去世 母亲琳达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仿佛晴天霹雳 瞬间将希瑟幸福的蓝天染成了阴霾 希瑟如同一株坚韧的松树 全身心地照顾着母亲 伊格纳西奥则如同一座坚实的靠山 不仅提供支持 还承担起照顾女儿维多利亚的责任 2003年 琳达寸中不敌病某去世 伊格纳西奥始终如意地陪伴在希瑟身边 然而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明明再次捉弄了这对夫妻 伊格纳西奥被一位名叫肖纳尼尔森的同时吸引 肖纳尼尔森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充满波折 她出生于1971年10月 生母声称无力抚养 将她交给姐姐抚养 1992年 肖纳开始担任911调度员 在那里结识了肯尼尔森 一位受欢迎的治安副警长 经过几年的约会 他们于1996年结婚 很快有了两个孩子 仿佛终于找到了生命的感官 肖纳在应急服务部门的工作中 如鱼得水 享受着工作的刺激 额外收入和同事的友好关系 她巧妙地平衡着母亲和职业女性的双重角色 到了21世纪初 肖纳与米歇尔摩尔成为了密友 后者是一名治安副警长 两人关系亲密到米歇尔 有时会帮肖纳召看孩子 他们还喜欢和同事一起出去喝酒 仿佛姐妹般无话不谈 2004年 秘密的齿轮再次转动 伊格纳西奥和肖纳的生活轨迹交织在一起 指出只是简单的交谈 很快演变成更亲密的关系 肖纳分享了她与丈夫之间的问题 伊格纳西奥也突露得自己的婚姻困料 于是 两人的关系在同年7月的一个夜晚 变得亲密起来 由于共同的同事圈子 他们的婚外情很快成为公开的秘密 尽管肖纳向伊格纳西奥 保证自己在服用避孕药 她还是怀孕了 当伊格纳西奥得之后 矜持要终止妊娠 肖纳勉强同意了 伊格纳西奥对细色隐瞒了 这段婚外情和怀孕的事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自念 当肯发现妻子的不忠行为时 她提出离婚 肖纳带着两个孩子搬出去住进了一间公寓 她把空闲时间分配在最好的朋友米歇尔 和与伊格纳西奥持续的婚外情之间 伊格纳西奥并不打算离开西色 她全力保守这个秘密 然而肖纳对这段关系抱有更高的期望 对她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段短暂的罗曼时 而是更加严肃的关系 尽管伊格纳西奥声称要维护婚姻 但她一直拖延着结束与肖纳的关系 享受着婚外情带来的刺激 但很快 她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 205年7月 肖纳告诉她自己又怀孕了 这一次 当她要求肖纳不要生下孩子时 遇到了坚决的抵抗 肖纳称自己不会终止人生 并表示计划欲肯和好 肯已经提出愿意抚养这个孩子 2006年3月 肖纳生下了一个男孩 取名克里斯蒂安 到了当年12月 伊格纳西奥下定决心 彻底结束着的婚外情 歇色盲于工作和母亲 妻子的角色 虽然听到了关于这个婴儿的传言 但当她质问伊格纳西奥时 她否认了一切 与此同时 肖纳的痴迷只增不减 她认为西瑟配不上伊格纳西奥 自己才是更好的选择 她开始频繁造访情妇家 有一次 她甚至把钉子撒在他们家的车道上 仿佛在宣示自己的存在 在与朋友米歇尔的谈话中 她经常表示西瑟只是阻碍她的绊脚石 西瑟需要被移除 肖纳随后开始给伊格纳西奥 她冷冷地回复说 让她把自己从联系人中删除 意识到自己的不忠行为造成的问题有多严重 担心肖纳可乐会接近她的妻子 伊格纳西奥 决定向西瑟坦白折断婚外戚 西瑟崩溃了 不愿听她的任何解释 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天 情绪低落地西瑟给温迪打电话 请她来接自己 温迪和丈夫开车到格雷 把西瑟带回了家 在那里过了一夜 平静下来后 她回到格雷与伊格纳西奥谈话 那次交谈让他们打成共识 只要伊格纳西奥立即结束 与肖纳的关系 他们就愿意未完救婚姻做任何事 伊格纳西奥深知 如果西瑟决定离婚 她很可能会争取 维多利亚的监护权和房子 于是 在西瑟的注视下 伊格纳西奥给肖纳打了电话 结束了这段关系 肖纳勃然大怒 开始向两人发送威胁信息 但据他们的同事说 西瑟并没有把这些威胁当回事 到了这个地步 对肖纳来说 什么都不够啊 她下定决心 要不惜一切代价报复 这如她告诉米歇尔的那样 如果我不能拥有伊格纳西奥 那西瑟也不能 从那一刻起 她开始公开与朋友 讨论她的攻击计划 米歇尔建议肖纳伪装自己 这时肖纳想起了 她在万圣街穿过的一套装扮 他们还讨论了戴手套 以避免留下指纹 完全遮盖头发 确保不留下蛋壳等重要细节 之后他们一致认为 这必须看起来 像是完全不同的人所为 知道不能用自己的车 因为会被认出 肖纳考虑借用表妹的车 但又决定不这么做 不想牵连他们 之后 她决定使用丈夫的卡车 她还知道必须压低声音 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的男人 与此同时 伊格拉西奥担心那些 电子邮件和短信 认为明智的做法是保存他们 她甚至给手机设置了程序 每当肖纳打来电话时 她的号码会显示为奥马尔 以避免引起怀疑 就在这个时候 西瑟在自己的车里 发现了一个口香糖包装纸 上面写着死亡威胁 虽然她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但很明显 她开始后怕这个女人 2007年1月23日 西瑟继维多利亚放学 带着她去上班 后来 伊格拉西奥来几女儿 他们一起去吃冰淇淋 伊格拉西奥跑了些差事 然后他们回到家 她让维多利亚做作业 自己则准备周末去冰掉的食物 还开始为西瑟回家准备晚餐 与此同时 肖纳给米歇尔发了一条暗语短信 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消灭她 然后她装满浴缸 穿上丈夫的衣服和靴子 从卧室拿了一把枪 把二字交给女儿照看 开着肯的卡车离开了 在寒冷的夜晚 西瑟结束了漫长的工作班次 与几位同事一起走向停车场 当他们站在外面聊工作和道别时 一个戴着面具 穿着黑袍的身影 突然从黑暗中出现 那个蒙面人强迫西瑟跪下 指责她毁了自己的生活 然后毫不犹豫地开了两枪 随后 凶手迅速逃离现场 附近一家酒吧里的一位女士 看到那个神秘的身影飞奔而过 目击者还没来得及理解发生了什么 就跑向同时不拉得的车 恳求她拨打911 直到那时 她才意识到西瑟倒在地上 于是 她拨打了急救电话 救护车很快赶到 但看到西瑟躺在地上 他们判断已经无能为力 警察接了通知后 迅速抵达现场 第一个到达的警官 被眼前的景象震惊 立即呼叫增援 在等她犯罪现场 调查小组到来的同时 这名警官与西瑟的同时梅琳达交谈 她近距离目睹了整个事件 梅琳达毫不犹豫地指控 笑蜡就是凶手 此时 酒吧的目击者已经聚集在现场 描述嫌疑人是一个戴斗帽的女人 驾驶着一辆绿色福特卡车 车牌是蓝色的 警方很快开始寻找肖娜 肯正在警队会议室参加简报会 被告知 她的妻子是一起犯罪的嫌疑人 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 肯和一位同时急忙赶往家中 帮他们积进房子时 肯发现肖娜正开着他们的私家车 她跳出朋友的车 挡出她的去路 大喊让她下车 疯狂地询问她做了什么 孩子们在哪里 肖娜下了车 但在这个过程中 她的鞋子掉在了不远处的雪地里 之后来的调查显示 正是在那一刻 肯注意到副驾驶坐上有一把枪 她迅速拿起枪藏了起来 然后她和同时离开 去查看孩子们的情况 与此同时 细色的遗体被送往当地医院 她的同事们联系了信用社的 另一名员工萨拉 正是萨拉打电话通知了 伊格纳西奥这个噩号 伊格纳西奥正忙着为周末组准备 让维多利亚接了电话 电话那头 萨拉哭着要求和她父亲通话 当伊格纳西奥终于接过电话时 她听到了妻子约害的消息 伊格纳西奥努力保持镇定 带着维多利亚开车 前往妻子的工作地点 同时 两名了解情况的侦探 正在寻找嫌疑人 他们很快遇到了肖娜 她的车停在街道中央 她穿着一件长毛衣 一件无袖淡紫色衬衫 黑色运动裤 尽管地上结了冰还下着雪 她却只穿着袜子 没有鞋子 当警察开始搜查她时 萨拉显得既惊讶又愤怒 声称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 伊格纳西奥到达信用社后 被告知需要去医院 在那里 她被告知喜色已经去世 她含着泪水回到车里 向女儿传达了这个可怕的消息 回到警察局 萨娜起初在接受问讯时 表现得很沮丧 随后假装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至于她那奇怪的着装 她声称只是开着丈夫的卡车 去买些酒 然后就开始哭泣 在犯罪现场 调查人在继续 除了弹壳 警察还发现了三个轮胎痕迹 同时 尸检发现了两处枪伤 一处擦伤在背部右上方 另一处在左太阳穴 正是这些伤口导致了细色的死亡 弹道分析和犯罪现场分析确认 使用的武器与肯的枪信号相符 但众所周知 案发时肯正在工作 事实上 肯曾将从副驾驶座上取回的枪 交给了上级 但尽管如此 她还是被指控企图处理谋杀武器 对卡车的彻底搜查 导致发现了一只黄色香蕉手套 削纳的手机 以及座椅和方向牌上的火药残留 然而考虑到肯的职业 这并不奇怪 真正令人奇怪的发现 是一个戴兜帽的黑色面具 后来的法医分析显示 发现的面具上有肖纳的DNA 一名警察在血堆中发现了一双鞋子 她保管着这双鞋 直到调查人员到达并拍照 一名法医和轮胎痕迹专家确认 犯罪现场发现的轮胎痕迹 与肖纳驾驶的卡车轮胎相符 有如此有力的证据指向她 肖纳被指控一级谋杀罪并被拘留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肖纳试图转移罪责 先是指责伊格纳西奥 后来又指责肯 但她的所有转移都是徒劳的 甚至对肯的指控最终也被撤销了 2007年11月 就在审判开始前 警方逮捕了米歇尔 指控她共谋一起谋杀和企图一起谋杀 这一进展推迟了审判的开始 给了米歇尔时间 意识到她最好的选择 是与检方谈判认罪协议 她同意说出所知道的一切 并做正指证肖纳 作为交换 她被指控犯罪共谋 这是一项比原来的指控轻的罪名 由于先前的陪审员可了认识证人 决定将审判移至零线进行 最终 2008年2月21日 肖纳面对正义的审判 伊格拉·西奥和发现鞋子的警官作证 随后 腾和米歇尔也出庭作证 等肖纳最终为自己辩护时 她抛出了一个炸弹 震惊了法庭 陪审团和媒体 她称称自己和米歇尔是情人关系 暗示米歇尔的证词是出于报复 然而米歇尔否认了这些指控 坚持说他们的关系 纯粹是有意 检察官认为 肖纳是唯一有动机杀害西瑟的人 2008年3月3日 经过一天的审议 陪审团做出了裁决 他们认定肖纳犯有谋杀西瑟古斯的罪行 肖纳面无表情地听着宣判 她被立即判处无器徒刑 不得假释 在刺悦米歇尔的简短审判中 检察官表示 米歇尔有许多机会阻止这场悲剧 但她选择了无视 相反 她以各种方式帮助肖纳 从而使她有能力除掉西瑟 最终 当时27岁的米歇尔被判处9年监禁 外加3年强制性假释 可后来与肖纳离婚 伊格拉西奥辞出了警察局的工作 带着维多利亚搬到了佛罗里达 不久之后 肖纳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 称称有人做得很好 成功地陷害了自己 她后来上诉 指责法院指定的律师导致的不利的结果 但上诉在2013年被拨回 后来 维多利亚搬到密歇根州 与一位家庭朋友同住 2014年夏天 她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几个月后 她因出色的工作表现而受到升职 她的计划是 毕业后回到佛罗里达与父亲团聚 同时继续学习计算机科学 然而卑之再次降临 2015年3月13日 年仅17岁的维多利亚意外去世 她正在胎车 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位朋友 显然是因为轮胎出现问题 导致她失去控制 撞成了一棵树 众机发生在驾驶座一侧 维多利亚因严重伤势不幸去世 而她的朋友奇迹般地几乎毫发无损 至于肖马 她仍被关押在丹腐女子矫正设施 负无期徒刑 好了 今天的安静就到这里 大家对西色和维多利亚的遭遇 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别忘了订阅鼠哥的频道 点赞并分享本视频 记得照顾好自己 远离那些可能让你陷入麻烦的人和事 爱你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